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NPM的包管理器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安装Node.js的时候 不仅仅是安装Node.js 它同时在这个软件包里面 还给咱带了这么一个叫做NPM的管理器 或者说NPM的软件 它是干什么的 因为是这样 Node.js它本身官方给咱提供的核心库 功能非常的少 如果咱们仅仅使用核心库的话 几乎咱们什么也干不了 没法开发任何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 才会出现这个NPM管理器 它给咱提供了很多多如牛毛的 Node.js的第三方的软件 或者说叫做软件库 那么咱们用这些软件库的话 让这个Node.js可以说豁然开朗 几乎是世界上什么事咱们都能干 不比XRX 不比LubyX 这种感觉 好 那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NPM的包管理器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NPM的使用方法 主要是安装第三方的软件 然后咱们安装一下 叫做EGS这么一个第三方的软件包 好 接下来咱们先看一下 我对Node.js Node.js 不是Node.js 是NPM的一个定义 NPM它是Node.js附带的第三方软件包管理器 可以为Node.js提供更多的功能支持 是Node.js的最重要的功能 没有之一 好 咱们再看一下NPM的官网 这个官网的网址是NPM.js.org 咱们实际进入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好 咱们进入一下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色彩斑斓的网页 当然了 它有两种账号 第一是个人免费账号 第二是企业账号 比如说咱们企业间建议个私有库 然后企业间的团队协作和工友 也是可以的 但是莫问的话 咱们一般用它的工友账号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网页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从头到尾读一下 当然了 咱们建一个自己的账号 不仅说可以下载到它的免费库 同时还可以增加咱们自己的库 当然也是公开的 对不对 大家请看 下面这几个是它 NPM.js里面的顶级的这几个软件包 非常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Code.va 这是开发叫做什么 Hyperly的手机的应用 我以前用这个 非常非常的不错 包括这个Java脚本的管理器 这是这个Ground 这是命令行打包工具 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的实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EGS EGS是什么 首先说 它是Nodejs第三方的软件库 它是干什么的 大家请看 它这有一句英语的解释 就是说它是高效的 有效的 Java脚本的模板工具 什么叫模板工具 它呢 咱们比如说用没用过这个GSP PVP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模板工具 对吧 它可以用于 比如说写网页 可以做咱们自己这个代码生成工具 咱们生成一个模板 然后咱们拿来数据之后 用这个模板一套成 生成咱们的代码 或者生成咱们的网页 这个EGS就是干这个功能 咱们看一下它的网址吧 叫做EGS.co 咱们也看一下 大家请看 非常的简单 这个网页做的 还真的就是够简洁 咱们用它干什么 咱们用它简单的开发一个网页 抽象出咱们的数据 让咱们数据用JSON对象来表示 然后咱们网页用EGS来嵌套 然后我把这个JSON对象注入到网页中 生成咱们真正实际运行的网页 这是我今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读一下它的网页 语法非常类似于GSP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要实战演习一下 咱们先看咱们要演习什么 首先说我今天仅仅是做一个例子 先不运行 咱们下期 我结合咱们前几期做的 HTTP的服务器 咱们一起运行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就是安装 就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NPM 空格 依次到安装 安装谁 再空格 软件包名 就这样 这行命令达到什么效果呢 它会把EGS的软件包安装到本地目录 就干这么一件事 好不好 好 接下来今天咱们再做一个叫做hello.egs的文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HTML 但是扩展名是EGS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EGS的代码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hello.egs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一个HTML吗 但是注意 这个地方 百分号百分号 这个可不是HTML语法 它是EGS的语法 什么意思 往里面注入两个变量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Content 该怎么用 该如何用 咱们下期再给您介绍 首先说 咱们先安装一下这个EGS 试一下 我现在开个控制谈 就在咱们Lesson09下面 咱们安装一下 试试 NPM 稍等 我先DIR看一下咱们当前的目录 大家请看 只有一个ReadMe 对不对 就是我的课件 其他都没有 好 在这个目录下 咱们安装一下EGS 试试 NPM 空格 Install 空格 EGS 然后咱们回摄 Go 这样安装 OK 成功 大家请看 它在我的本地目录下 生成了一个叫做Node 下滑线 Module 这么一个文件 咱们打开 它是个目录 这里面 大家注意看 有一个死文件 这个死文件夹 这个死文件夹 叫做EGS 就是这个软件包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内容 就是EGS里面的原代码 也就换句话说 咱们现在在当前目录下 可以引用EGS的功能了 好 那咱们再编辑一个叫做 Hello.EGS的文件 还是在当前的目录下 我键一个 Hello.EGS回撤 然后把它拷贝过来 这个呢 形式上看起来像是HTML 但是它里面呢 是含有EGS语法 然后呢 咱们下一期 我给您讲解 如何向EGS文件里面 注入这两个变量 然后呢 动态显示到客户端 当然了 要套用到咱们上一期 用到的HTTP的服务器 好 那由于实验关系呢 今天这个视频呢 只能给您做到这儿 咱们没做完哦 咱们这个EGS呢 留了一个课题 咱们下期一起继续的开发 好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言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传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